里面是不一样的东西,反正你就是记得那些就翻译一下就好了 就像你讲讲国语,有时候讲台语,反正也可以一下就转过来,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你 习惯了,那像这个部分的话,我是有找到一个资料,我是觉得还不错 在这边有一个叫 C sharp vs VB的一个 这个档案,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个是一个国外的网站download下来的 比如说C sharp里面 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结构 它的结构的话,这个是大瓜糊,大瓜糊 开头结束,然后呢,VB端列不是,它是class开头,and class结束 我想这个如果有写过VB端列应该都知道 然后value的type就是 它的知道形态名称,booling跟 bool,然后呢,byte,等等的 然后呢,reference type 就是这个参考的资料形别 一样 然后还有相关的宣告方式 定的方式 然后跟宣告方式 这个我想各位 如果比对一下,应该都有感觉 然后你就把它当参考资料 那这个比较少用,这个是列举的方式比较少 一般会用正列来做 各位可以 可以参考 这个还蛮 蛮 蛮适用的 就是 这个叫比较的运算值 有没有 这个比较运算值里面的话呢 等号 前面是一个等号 后面是两个等号 有红色的部分 它不等于的话,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不等于 不等于 然后其他的话 这个相关的mode 这个是百分比 然后其他我想这部分的话呢 自己稍微再看一下 里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一个参考资料 那这个我想到 我就把它传到那个 空间里面去 那自己 把它当电子书 看一下 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log in 部分 就下一次再来讲 然后 看不然就把它 前世马 拍照一下放上去好了 你们在自己再做一下 其实你把这些串沿在一起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系统 因为他又可以查询 新增修改删除 然后又有登录系统 这样就差不多了 已经有那个样子出来 只是美工差了一点点 那你再把美工加强一下 这个东西 再丢到那个免费的那个 空间里面去 就可以开始 看你要做什么样的生意 其实就可以开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